大家好,我是红茶 在这个寂寞的夜晚又和大家见面了 本期节目我们说一下中国和澳洲贸易战的事情 中国和澳洲的贸易战打了差不多快一年了 中国方面制裁了澳洲的很多产品 不批警官,审查,加税 澳大利亚方面谴责,上述,国际法庭 跟着美国的屁股后面朝中国喊话 很多人都觉得中国卡住了澳洲的金钱 卡住了澳洲的脖子,澳洲要完蛋了 但实际情况是,两国越打越开心 嘴上吵得凶,实际上钱一点没少收 赚得盆满钵满 真正受到影响的也只有澳洲红酒和海鲜 成了政治的牺牲品,变成了炮灰 从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来看 澳洲出口额2020年为2543亿美金 比2016年的时候增长了34.3% 虽然比2019年的时候 下跌了一些,但是澳币兑换美元下跌了8% 所以换算之后反而只下跌了1% 可以说中澳贸易战对于两国的贸易影响微乎其微 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进口国 也是最大的出口国 中国进口澳洲的产品占澳洲出口额的43% 排名第二的日本只有9%,美国只有6.2% 可以说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金主爸爸 而澳洲出口最多的三样产品都和自然资源有关 排名第一的矿石占35.9% 第二的矿物燃料油占25.7% 第三的宝石和灰重金属占7.7% 而被中国制裁的澳洲红酒连1%都不到 而海鲜呢连0.5%都不到 别说现在中国制裁澳洲红酒了 如果澳洲矿卖的好 就算全世界抵制澳洲的红酒 澳洲政府也损失不了多少钱 目前澳洲出口中国的铁矿石价格已经普遍超过每吨135美金 从2019年开始 澳大利亚对华的铁矿石从中国市场赚走了1020亿美元 交易额创下新高 要知道2019年铁矿石的价格只有现在的一半 而且这些价格还在不断的攀升 根据FastMarket MB的数据显示 上周进口到中国的铁矿石最高以每吨145美元的价格成交 较上周四上涨了5.8% 要知道每涨一美元 那就是一年多赚十多亿美元 所以说只要矿石卖的好 其他产品被烘成渣都没事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对澳洲的贸易制裁 始终停留在煤炭 海鲜 葡萄酒 木材等行业 但是铁矿石始终没有被波及 目前被中澳两国整得最惨的就是红酒行业 如果之前以澳洲本地市场和欧美市场为主的酒庄 那么受的影响不大 但是以中国为主要市场的华人酒商 那么基本上就是被打残了 业务量萎缩70%到80%那都算好的 可以说中国的贸易限制 其实真正打残的是华人酒商 对老牌的澳洲本地酒商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红酒损失最大的当属南澳洲 2020年出产红酒最多的就是南澳洲 占全澳出产红酒的52% 新南威尔士州只占24% 维多利亚州只占15% 南澳洲华人酒商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相信未来一两年一定会重新洗牌 澳大利亚真正害怕的是巴西的矿场重开 或是中国的非洲铁矿石战略计划 巴西的铁矿石真心不比澳洲的差 但是巴西的铁矿石有个硬伤 就是运输的路途太遥远了 如果巴西东面走海路的话 先是过大西洋 然后经过巴拿马运河 再一路走过太平洋 如果是巴西西面的话 就要横跨太平洋 两条海运的路程比澳洲远至少要三倍 而且这片海域也不太好走 风大浪高远远没有西太平洋便捷 其次巴西的疫情控制和川普时代有一拼 美国已经坏领导了 疫情开始得到控制 而巴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矿场能开工 而中非的铁矿石开采计划 更是远水解不了尽可 非洲最好的铁矿石是西非几内亚的西蒙杜铁矿 自1958年 法国殖民地政权离开之前 西蒙杜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品位的铁矿石的矿床 但是去年的6月份总统阿尔法 孔德刚刚与中国政府和新加坡和法国公司组成的财团签署 联合开发的项目 所以目前来说还属于刚刚立项的程度 距离真的开采还遥遥无期 而且大家不能以中国的建造速度去套用非洲 根据开采西蒙杜铁矿的这个项目 运输到中国需要建造39座桥梁 1000个山洞 30个经过的B板 28公里的隧道 此外建设这些基建的道路上 有一万多个居民居住 还要经过农业的喉滩 到达海岸之后 铁路将不得不与一个新的港口连接 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工程 需要两公里的码头 才可以连接到大陆架以外更深的水域 这个工程也只有中国赶借 换个其他国家二三十年都不一定能干得完 所以澳洲也不用担心 中国在短期内可以找到澳洲铁矿石的替代品 中国要高速发展就离不开铁矿石 要解决铁矿石紧缺 就要考验中国的外交和商业政策 所以中国在这方面 也没有找到可以替代澳洲铁矿石的方法 所以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些矿业公司 也是一致的吃亏 双方也不敢说禁运铁矿石的事情 不敢碰触这个敏感的界限 我们最后再击败一下澳洲的红酒 凭什么两国打贸易战就拿红酒和海鲜开刀呢 你们两个国家领导人打架 就把红酒和海鲜当成炮灰 政府连救一下的兴趣都没有 比如说澳洲的旅游行业 澳洲政府还大量的发放这种贷金券 但是澳洲红酒 一点想拯救澳洲红酒的这种行为都没有 所以有点为澳洲红酒感到可悲 也可惜 我们最后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